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個億 九六億 三一個 怎麼了你這事 怎麼一個人喝這麼多酒啊 別喝了 怎麼了這是 我完了 怎麼完了呀 我欠了银行六个亿 还有高利贷 这五之前 我凑不起八个亿 我就彻底换他 你不是还有这么多房子呢吗 每个房子卖的都好几百万呢 要是这房子卖得掉 我醉一会醉一会儿 我现在唯一能卖的 就是一样一样八号的地瓜 恋爱他知道我缺钱 他散转了我缺钱 他只出六个亿 我那块地瓜是花了十四个亿买的 要不然 你再跟他好好聊一下 强盗 他就是个强盗 二十年前 他骗了我一百万 害得我家破人亡一无所有 现在他又来落尖消失 厉害 我这辈子我就放过你 我 我他妈 我这应该杀了你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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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别冲动 我不想回到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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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不走 不走 那大优 aging 开启家 我特别担心 打扰了 宁儿 今天我再看出来 你做事 有时候也够狠的 不是我狠 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实力 八个亿 照我看哪 也还可以了 我现在手头是没钱 我要有钱哪 我非把他抓起来 三个月之后 楼市一定会难 如果六个亿脑地 风险还可控 八个亿 风险太大了 就是这回地震哪 真给咱们雪上加霜 会过去的 倩哥 地震之后那一瞬间 你第一个想到的人 是谁啊 我妈呀 不是你前妻们和香榭丽舍的女朋友啊 哎呦 她们算什么呀 我妈 那是我最亲的人 我所有的嫌棘 都在这张看里了 你拿着 走吧 你赶我走 我们的合约执行不了了 我们解约吧 不行 我不解约 你看着我 看着我 就三年 这么大的事你都扛过来了 你这次一定也可以的 你这次一定也可以的 你答应过我 你要给我买大别墅 你要给我买爱马仕的 我相信你 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别墅买不了 爱马仕也买不了 我 你bourg Bitcoin 是恋爱靠路 那天子 是这个事找要灭我 这事找要灭我 我是呀 小飞 小飞 中间把护士排开来留点情况了 我一直以为你去了深圳 地震当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就没走成 看来你我都很优秀 还是没变 对了 你公司呢 怎么样了 地震之后公司的事先搁下来 等这边学校开始修了 我再回去继续开我的公司 我们这儿学校修好了之后 专业的老师一到位 我也就该离开了 对了 赵伯伯还好吧 就是 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爸爸也会生事 那赵伯伯他 直到现在 我又不是他会把他带来 最后 我只能在他待过的地方 取了这帮泥土 看一句话的 你一样无间也没留下了你 留定我的 只有这帮泥土 小飞 你别太伤心了 我爸爸 算也不会回来 小飞 虽然照顾我不会回来了 但是他没有左远 他只是在某个地方 才等着你 迟到有一天 我们都会去到那个地方 你还是会和他再相见的 所以 在这段不能相见的日子 你一定要开心快乐 要保重自己 这样 你和赵伯伯相见的时候 他才会因为你的健康 成熟 而感到心里 小飞 怎么得 你就是能让我豁然开了吗 你没觉得 你没觉得 你没觉得我在你生活中 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吗 你 对了 你来我们这儿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差点忘了 来 来 来 你来看 这里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在地震前 有三个村小 灾后重建 我们准备把三个村小 合并成一个中心小 我这次来 就是想征求一下 各村的意见 看看选址在哪里最合适 这是个好主意 你看 我 我 好像回去了 不用担心我 小飞 你还记得吗 地震之前 你和我有个约定 关于公司的事情 关于公司的事情 算了 我忙完正事再给你算账 好啊 需要朋友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需要男朋友的时候也给我打电话 需要男朋友的时候也给我打电话 保重 周星毁换了吗 还没有 李总 周星喊价八亿 那也是千之万之啊 要我说呀 这块地咱就别要了 我对那块地有感情 不过超过六亿 也只有隔岁了 李总有人找 来 海哥 原呀 那你坐坐坐 你找我有事 嗯 什么事 你是不是要买周星那块地啊 对啊 嗯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吧 你能不能 花八亿来买它这块地啊 不能 只能六亿 为什么呀 两亿对你来说 几天就能搞定的事情 但是对他来说 就要了他的命了 第一 那两亿真的不是说 买也能赚回来的 第二 怎么就要周星的命了 我也不太清楚 估计 是他欠人家钱了吧 反正六亿搞不定 必须得要八亿 周星的资金怎么操作 和我无关 不追求利润最大化 我怎么能成的上是商人呢 明明可以花六亿买的东西 没什么呀 非得花八亿 你已经都坑过他一次了 你就别再坑他了 你做些说话好吗 拜拜 我怎么坑他了 二十年前 一百多万 二十年前 我还不认识他呢 反正他还跟我这么说的 二十年前 连我都在海淡呢 那你刚才说他被坑了多少钱 一百多万啊 反正吧 你们男人间的事情 我不知道也不清楚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男人 他其实脾气不好 但他也是一个好男人 所以我希望你帮帮他 你只要这次能帮他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求求你了 杨杨 你跟周星来真的吗 嗯 所以 我特别不希望看到他难过 我们家娜娜 在加拿大还挺适应的 真应该谢谢你吧 不用谢我 那都是吴婷在那边照顾你 你跟吴婷能分开说吗 怎么分啊 说心里话我挺羡慕吴婷的 你看同样的事吧 落到他头上就能妙手回春 要搁在我身上 得 千疮百孔吧 我 我找你来啊 我是想打听周星的事 什么事啊 九三年他在海南对吧 九三年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呢 不过好像我听他说过 他到海南逃过金 但是呢 血本无归 怎么个血本无归啊 花两百万买了一张废纸 从什么人手里买的 不知道 只知道是个重庆人 周星说那次把他搞得惨透了 因为他那两百多万 有一大半是借的 搞得他回到检阳以后呢 房子没了 女朋友也跑了 还被追杀 小明儿也差点丢了 他为了还那笔钱 干过苦力 摆过地摊 甚至还卖过血呢 你没事吧 他没跟你说过 那个重庆人 他从什么地方弄得那张废纸啊 这倒没听说过 其实周星平时很少说这些 他就偶尔喝多的时候 跟我说那么一两句 那一说起来 咬牙切齿呢 我说你今天真奇怪 怎么突然问我这事啊 我不是正在跟他谈一块地吗 他想要八个亿 我只有六亿 就那一一八 你觉得我应该拿吗 现在银根很紧 哪里风险太大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 周星毕竟是我女儿的父亲 我不想他破产 我再想想 我说啊 你心惊火了的 把我喊了来干什么呀 你还记得二十年前 咱们在海南那张图纸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张图纸 最后是砸在周星手里了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查了一下 八成不过去 好好好 这下我明白了 怪不得这些年 他一见到我俩 就阴阳怪气的呢 当年咱们俩把他害残了 不是不是 我们不转嫁给他 砸在我们自己手里 那受害人 就是我们两个人 行官 我想把周星那块 第一个接过来 八个亿呢 他出嫁八个亿 是因为他现在缺口 就那么大 那你自己太危险了 二十年前 我们害的人 就破了一次产 那现在 我得拉他一把 这个我没有腻点 可是为了救别人 你自己陷入险境 这不划算吧 赌一把吧 我赌三个月之后 楼市一定会回暖 那要是不回暖呢 这么多年了 我对楼市的预测 想来是准的 但愿这次也不会失手 周 我 今天可就星期五了 周董 赶紧签了吧 再不签全砸手里头啊 砸 砸手里头了 不是砸手里头了 不是砸手里头了 周董 周董 砸手里头了 这都不准备了 砸吧 别别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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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让你砸了 站好 周董 这什么都不是我的 妙子 我不卖 我卖也是死 不卖也是死 我就是不卖 不卖 倩倩倩 行 倩倩 好 好好 好 马上 马上 好 厉害 厉害说马上跟我签合约 八个一 八个一 我 我领带的 啊 我领带的 领带的 领带的 西装 西装呢 赶紧走 找 找 好 姚约放好地 现在属于你了 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买这块地 为了以前 也为了以后 谁都知道这是个包袱 所以 我由衷地希望你 丢掉了一切的包 重新开始 恭喜周总 咱们起死回生了 对爱为什么这么做 谁都知道这是个包袱 他厉害为什么要背在身上 他不是傻子 更不是活雷锋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周总 这份活动 我反复审个三次了 应该没有任何揉动吧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说 市场真的能在三个月之内回暖 所以李海不顾一切 一定要拿下这块地 三个月以后的事 谁都顾不得 不管怎么说 我们躲过这一劫 我们躲过这一劫 我想让自己心安 好啊 但愿以后啊 周星见到我俩能改变态度 周总啊 你你曾经说过 如果 如果能促成李海接手 你就 李海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这八个一是陷阱还是县兵 我们也都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不能轻血往动 但是 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的钱 我一分钱都不会伤你 李海这一次 她一定是有她的用意 你给我死死地盯着她 走我们这几天忙完了 去看看苏森吧 她都不理我们了 看她干嘛呀 这次活动 她也捐了不少钱 我们怎么也要去谢谢她 她手机号都换了 摆明是不想跟我们联系了 胡婷 这些药品是 发到哪儿 你们记着啊 有蓝色标签的这个呢 是发到简阳的蓝水镇 红色标签的 这是发到夏宁湾镇的 那我这个呢 发哪儿啊 小鱼洞镇 你帮我核对一下 这有一张 这个是发到这个地址吗 对 夏龙湾镇白鹿乡白鹿村 帐篷小学 指定是这个学校 是 收获人是赵小飞 对 好 爸爸 你一直觉得对不起厉害 你一直觉得对不起厉害 现在 118地坏又回到李海手里了 你心里的结也应该解开了吧 你放心啊找伯伯 我会在118那棵地上改出最漂亮的房子 听见了吗爸爸 我们的南山一定会越来越美的 还有一件事你也放心 以后 小飞就交给我了 我会照顾他 爱我的 也是因为 我在地址中失去了爸爸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 我这个决定不是因为同情 那是因为什么 地址发生了一刻 所有人都往外跑 而你为什么 非要冲到大楼里来救我 因为我必须救你 人只有面临生死一险 才能明白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知道我为什么被困在办公室吗 我突然想起一样东西 我又返回去去哪了 小宝好吗 当然好 你呢 好的不得了 还剩我的钱 吴姐的东西 我们必须还给她 要还你还 我们必须先把房子卖了 房子卖了 以后我们可以再买 谁敢动我的房子 试试 吴姐可以上法庭告我们的 告我们 她有什么证据告我们 我会为她作证 你敢 冯卫东 你现在是不是翅膀硬了 上次你敢打我 现在又要去法院告我 你当不当我是你媳妇啊 我 我打你我不对 这三个嘴巴算是我还给你了 够了吧 够了 我嫁到你们冯家那天开始 我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我给你生个儿子 我把他养这么大 养这么好 你问我够了吗 我告诉你 这辈子都不够 我知道 直到你嫁给我以后 跟我没有过过一天 熟悉日子 我知道我亏欠你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穷 去拿别人家的东西 你身上其他的毛病 我都可以忍 唯独这件事 这是原则问题 你要一定这样的话 那我没法跟你过了 你是说要跟我离婚是吗 离婚这件事 我奉陪到底 你记住了 这里是加拿大 女人最不怕的就是离婚 离了婚以后 房子归王 小宝的善养 为你一分也别想少 我离婚以后 你信不信 我比现在的日子 过得更熟悉 皇上我 我们 我们可以不要 闹到那一步的 别 咱俩的婚礼定了 谁不离谁算的 咱俩的婚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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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国内活得好好的 我老不贤惠 儿子聪明 我被杀的婚礼去嫁了 我到你们这儿来装罪 我对不起 先生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这是上车出来了机会 我的机会呢 为什么我一到这儿 就不断地失去 失去 我还在失去 我的工作又没有了 我喜欢的生活也没有了 就连我老婆 我都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我这是为什么 我对不起 先生 赛养飞 来 来 走快 签字 来了 来了 李总 来了 来了 你们这些动物都看不懂 这是什么呀这是 老婆 这什么呀你看 全是外门哪 好像是游乐场的东西 这 这应该是学生用的课桩 应该是学生用品 我们更贴这些东西 大家多来搬东西 快点 好 搬东西 搬东西 快快快 来来来 两个人搬一个 两个人搬一个 我搬一个 小飞 从哪儿进来的 加拿大 吴婷发的 厉害 我心里特别地内疚 我们这样 会再次伤害吴婷的 你把刚才说的话 都收回吧 不 我 我刚才说的 都是深思熟虑过的 等三个月以后 南山项目进入汇报期 等一切走上了正轨 我就会提出跟她离婚 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她 你觉得这一切能补偿她吗 我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 你是个混蛋 为了你 我宁可做个混蛋 黄阿姨 黄阿姨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你白天为什么不抓紧时间 做作业呀 你再还我两分钟行吗 我很快就写完了 一分钟都不行 规矩不能坏 出了 你干嘛呀你 我通了夜还没做完呢 你送夜没做完不过我什么事 自己不看完时间都几点了 超了多少时间了 行 就算你不让我多做夜 你总得开着空调啊 我热死了 您热您少穿点啊 我都穿成这样了 你还让我怎么少穿呀 大小姐 我在国内待了那么长时间 我也没听说 谁不开空调热死的 你看看外边都多少度了 你这么做是谋杀 谋杀 你也不看看你每个夜 给我多少钱 我还二十四小时给你提供空调我 那我不管 这是政府规定的 政府规定找政府去 你也在我们这儿来 你干什么 放手 你干什么你 我要开大关我热 你开 我是房东你开开什么玩笑 你管你谁是房东 行 都不行 我弄开我 你怎么弄开我 你怎么弄开 你打我 不好讲 拉达 拉达 你不是什么 你这是警察 我需要帮助 你吗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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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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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什么 好,好,我走 娜娜 娜娜 娜娜,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事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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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家去住吧 跟我回家 你不用担心上学的事情 我可以接送你 谢谢娜娜 没关系,没关系 可以带她去家吗 如果她想要,你可以 没问题 但她需要回到银行 明天晚上 好,我明白 所以,好吗, Helen 她正在问候 谢谢 我们走 好,走 我来拿 所以,你改了家庭 把家庭租掉了 这是我的家 我可以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我们查过你的信号 在这边 您有记录 孩子犯罪 那是你 加拿大 多块钱事 好吗 好吗 这不是我们的事 你已经在这边 你把家庭租掉了 一间房子 和自己的孩子 我说这一定是我们的事 看,我们接收了一个宣伤的宣伤 的女士周 不!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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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没有伤害她 我只是说话 只是说话 对 对 转抹水的力量 在冬季中是只是说话 你遭到了女士周的宣伤 我们连续电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对 老师 这是错误 这不是错误 这是厉害的 我刚才看见娜娜跟吴婷一起走的 她没认识 英子介绍的她来租咱们家的房子 还说娜娜她妈跟吴婷是同学啊 行 我知道了 老师 那女士 她把娜娜娜抬了她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娜娜娜是英子的最好的朋友 英子是娜娜娜娜娜 我不能做任何事 对不起 谢谢 好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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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蓉说 晚上一觉受到天亮 根本不用开空调 所以到晚上十一点 他就把家里所有的电开关都关上 怎么能够这样呢 那么热的天关了空调 还关灯 怎么做作业啊 真是的 他说少穿点衣服就行了 你应该早点打911 报警 可是我怕报警之后 再也租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 娜娜 您应该早告诉我这些啊 吴阿姨 我怕给您添麻烦 您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我怎么跟你妈妈交代啊 黄蓉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反省你自己呢 这是在加拿大 你打你自己的孩子都不行 你怎么还敢跟租房的房客打架呢 我没跟他打架呀 我就这么轻轻地推了一下 我还不就是为了省两个钱 给咱们家省的那是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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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这结果 你满意了吧 行 明天就让警察把我带走 最好把我脑袋给我砍下来 让你彻底解放 行不行 你再找一个年轻漂亮又能花钱的新媳妇 你说什么呢你 你心里不就这么想的吗 我要是这么想的 我还会这么慌慌张张地赶来吗 我连我连袜子都没穿 我踩个屁鞋我就来了 我怎么对你你还不清楚吗 吴姐 黄蓉她不是坏人 她只是穷怕了 我和黄蓉就是最底层的农村的孩子 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一双手 慢慢从下面开始往上打拼 我们没有基础 也没有退路 唯一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 只有钱 所以我们把钱看得特别重 我们觉得只要肯受累 我们依然可以在加拿大 复制在国内的那种成功 但是这次我失算了 我们再苦再累 我们也是站在别人的舞台上 跑着龙套 我们能得到的只是 别人给我们剩下的一些碎性 吴姐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救黄蓉 如果娜娜不撤销公诉的话 黄蓉一定会被判检戒 她说我跟小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卫东 不是我不帮忙 第一呢 这次是娜娜要搞你们不是我 再有 这次的事情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是不是要坐牢了我 我要坐牢了我 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老婆你别胡思乱想 那我这不正联系律师呢吗 我跟你说 我我就是死 我也绝不做老婆 会不会是抓我的电话呀 赶紧接电话吧 如果真要判你也得等法院判 对不对 来 来 电话 不 我老婆 你也 你觉得 你什么